为了协助花莲农产品扩展国际市场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17号受县府邀请 为花莲在地农产品经营者 讲授农食品外销知识和技巧 举办了2020年花莲农产食品国际贸易行销研习会 期盼透过定价策略包装设计 还有案例分享等 扩大花莲农产品外销的版图 由花莲省政府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主办的2020年花莲农产食品国际贸易行销研习会 17日下午在花莲省府大礼堂举行 特别规划业界拥有杰出精力的讲师 藉由出口业务重点说明 定价策略、海外行销、产品包装以及食物案例分享 帮助花莲农产品业者 申请未来海外拓销的合作商机 第一个,如果我们要透过外贸协会 或者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农社产品 行销到国际上,行销到五大洲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什么是事情 以及我们必须要有具足什么条件 另外我们自己的商品的设计 以及我们自己商品品质的提升 还有它整个视觉上 是不是适合哪一个周边、哪一个国家 疫情的爆发也让全世界的有机产品 也是迅速往前最近5年、5年、10年 因为大家都体认到说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对花莲农产来讲 绝对是一个可以再好不过的一个实体点 来推国际产品 这是我们的责任来帮大家 能够把你们的产品卖到国际上 做最好的行销 然后打造最好的品牌 这是我们这次办这个奖励的目的 我们也请了非常结束的这个奖师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同仁也会跟大家分享 这几年我们在国际行销上面的青年 现场聚集60多位的学员 期盼透过课程 协助本县农产品经营者 了解农产品外销知识 让花莲县不仅是有机大县 日后也能在农产品外销营头赶上 经济部、国贸局及外贸协会 共同主办的数位行销振兴出口服务列车前进花莲 7月23日也将在华林烟波大饭店登场 提供厂商最佳出口动能管道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